有些夥伴也許你會覺得你是很養生 你是用呼吸呼吸的 所以你再感覺一下 你的肚子 都要當住你去做每一次的吸氣跟呼吸 然後你發現如果你覺得你是用胸腔呼吸的 我想邀請你做一件事情 控制你的肚子 讓你的肚子不動 然後接下來你用胸腔吸氣 甚至你可以把手向回一下 放在肚子上 感受一下 如果你認為你是用胸腔呼吸的 你把手放在肚上 感受一下 可以控制你的肚子 讓它動 當你吸氣的時候 自然呼吸就可以了 當你吸氣的時候 你的肚子完全不動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是負視呼吸的夥伴 請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腔 感受一下 當你做負視呼吸的時候 你這樣做五次之後 先感覺一下 你的 你覺得你做負視呼吸 可是你胸腔會完全不動 之後不太可能對不對 而當你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好像不需要去控制 你的胸腔呼吸或褲腔呼吸 你的全身上下 都還是會隨著你的呼吸 去做一個律動 對吧 當我們發現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有點好奇 當那些夥伴會發現說 你會說我生活在一段時間的無力感 為什麼會有無力感呢 有些時候無力感是因為 我們想控制一些東西 可是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的時候 你就覺得無力 可是當你呼吸的時候 你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以為你在控制你的身體 你也得放掉這個肚子 你的呼吸才會變得更放鬆更舒服 剛剛當你放掉你的控制 你再控制你的肚子 不動 再控制你的胸腔移動 那呼吸的感覺怎麼樣 我會有點好奇 是不是變得更加放鬆更加輕鬆一些 因為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大腦很聰明 我們常常會以為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在我們的呼吸之下 而我們很多的時候 我們的安定感 它自然而然出現 它不需要任何的東西 所以剛剛那個小小的練習 小小的感受 是在幫助我們做這件事情 幫助我們去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去呼吸的一個感受 當你發現到你的呼吸原來是這麼自然 而且它超出你大腦被控制的範圍 它可以更有力的更放鬆的 獲得你需要的氧氣能量 這不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那所以我想邀請各位 不要帶著你剛剛的發現 剛剛的呼吸的感覺 讓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簡單的練習 朋友們下一個問題 我們好像以來到四季場 都射到時 一樣的猜忍 會不會有的 但我 bible以為 我會不會有的 你不會有的 你不會有的 你不會被人欲救 你不會有的 我不會有的 我不會有的 你不會有的 你不會有的